这里是IC之音组合广播FN97.5 欢迎收听瑶瑶Tech666 今天我们要聊的题目是关于车用相关的一些议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 英飞玲的台湾研发长李祥贤阿舍 来跟我们聊一些这方面有关的题目 我们是不是请我们阿舍先跟我们的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各位朋友好我是阿舍李祥贤 我是英飞玲在台湾负责的技术长 负责英飞玲在台湾的所有的研发的部分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节目 好谢谢阿舍的时间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其实想要请阿舍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其实最近这几年 其实车用光是在自驾车这一块 其实AI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发展创 其实非常非常的强烈 然后包含像是一些无线网路的一些技术的发展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红 那所以其实说基于这样子AI跟无线网路 这样子一个发展的情况之下 英飞玲会怎么去看待就是说这样一个技术 在车子的一个发展上 他大概你们的观察会是什么 好那我再做一下几个说明 那从四个地方来看未来的车子里面的趋势 那第一个是电动车的部分 那电动车是一个市场证明 好是未来一个走向 那主要是各个国家都会要求做减碳的这些动作 好所有的车厂都会朝向电动车的这个方向去进展发展 那其中之前的话最主要就是像是Telsla 他是第一个带领市场往这个电动车的方向走的一个厂商 好那给造成了这个电动车市场的成功 那因为Telsla的进入这个车厂市场 才会促使一些传统的OEM的大厂 像是Mercedes B&W Volkswagen 好开始推出电动车 好所以电动车的话 我们在预估在未来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成长 那第二点的趋势的方向是包括无线网路在车子上面的应用 好那预计在2030年以后大概9成5以上的所有的车辆 都会有具备上网跟联网的功能 好这是符合数位化的一个未来的趋势 好那第三个我们注意到的市场的现象 就是在于自动驾驶的部分 那当然自动驾驶需要很长的时间 能够做到理想中的所谓的Level 5的阶段 那现在的话大部分的新的车子的话 会有一个选项可以加装L2 Level 2的一个autonomous driving的功能 对 那我们预估也是在未来的5到6年内 大概会有6成的新的车子都会有具备 至少L2的自动驾驶的功能 是 那第四个我们注意到的现象就是 在分享车辆上面的更普及化 那包括现在大家会知道的Uber 或是计程车 那这样子的应用在未来的汽车市场里面 会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多的车辆变成说是用分享的方式 而不是由个人拥有的方式 这是几个我们注意到市场上面会有的未来的趋势 OK好 那呼应到就是刚刚研发长讲的那么多东西 那我想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台湾的供应链其实对汽车这样一个市场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积极 尤其是可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代工厂 像是什么合作或者广大 其实对于汽车产业这个部分 其实积极度也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坦白讲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油商 其实在这个部分上其实也 它的积极度也是蛮高的 那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 那台湾的供应链大概会面临到哪些挑战 然后也会有哪些机会 那Invering在整个台湾的整个策略 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的朋友 跟我们的朋友分享一下这部分 好那我再做一下说明 那可能大家也会了解 传统的汽车市场的话是有OEM在主导 那就是所谓的OEM就是指向Mercedes BMW这些有品牌的厂商 那他们大部分的采购都会找所谓的Tier 1 去做这样子的采购 那Tier 1的话就是有一些像是 Carmen Continental这样的厂商做采购 那这样子的OEM跟Tier 1的关系 已经维持了非常的久 那这个关系非常的 在之前是非常巩固的 这也是造成台湾的厂商 新的厂商尝试介入汽车市场的时候 碰到最大的阻碍 因为OEM只会找Tier 1 去搜寻它的所有的元件 没错没错 那其他厂商并没有这一类的机会 那这也会造成台湾的厂商 很难取得OEM的系统规格 他会不知道现在OEM在规划 未来的汽车里面的走向是什么 那需要怎么样子的功能 那这是台湾厂商比较难取得的部分 那当然最近的这个市场的变化 就刚才提到几个市场的趋势 会造成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调整 就是OEM不只是跟Tier 1搜寻 它会更的尝试的找不同的solution 不同的方案 譬如说一些跟电脑运算有关的 computing的东西 跟无线联网的一些技术 它会开始是从其他的厂商 去来找这样子的方案 那所以这个对台湾的所谓的ICT大厂来说的话 是一个机会 包括姚姚刚刚提到的广达 甚至大家常知道的音业达 然后企机等等厂商 他们本来都是以computing为主出身的 那他们希望能够切入汽车的市场 那也因为这个市场新的趋势 然后让这些OEM会开始考虑 会用这些ICT厂生产出来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在英飞宁的角度的话 我们也会协助很多的厂商 让他们有机会 从原先做computing的部分 再去做一些扩展 譬如说从ADAS怎么样去扩展到 smart carpet IVI 怎么提供它一些无线联网的技术 让它能够做更多的汽车的应用 这是英飞宁协助台湾厂商发展 汽车产业的一个重点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其实你们会比较偏向是从ADAS 或是从联网的部分 下去做一些切入 因为我想英飞宁可能在这部分的解决方案 应该也是算蛮多的 是不是可以稍微简单再稍微谈一下 就是说你们大概在 比如说在ADAS 或是说在一些联网的部分 你们大概会有哪些的解决方案 好 那当然不只是只有ADAS跟联网部分 那英飞宁本身是有非常完整的方案 包括一些Power Assistant Solution IGBT Module等等 那不过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车子跟联网的部分来多一些说明 那其实无线网路在未来的汽车里面的话会有非常多不同种的应用出现 那联网只是一个其中最基本的一项 那除了传统的大家知道手机可以连到车上播放音乐 可以拨打电话以外 然后5G的上网 那现在我们在跟很多车厂OEM讨论到的新的方案是说 比如说后座里面有一些乘客 小朋友在玩游戏 那他可以连接一些游戏的手把 那这些Joint Stick 那这些东西都是透过蓝牙无线连接到车子上面的 Smart Copy的系统里面 那这是其中一个应用 那在未来汽车里面 他们会有更多这一类的无线网路的需求 包括两个游戏 然后比如说两组音乐 带耳机两个人讲电话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跟很多OEM合作里面会讨论到 怎么样子把我们的产品来做优化 能够符合更复杂的车子里面的多媒体应用 OK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蓝牙这个部分 应该也会有蛮多的一些应用场景 其实是会跟Carpet这个部分 其实会有一些联动 那像WiFi或是5G的部分 你们这边会有一些solution吗 那WiFi的话除了在车子里面的多媒体应用以外 还有其他的方向 是 那最主要的 其实大家如果知道CarPlay Apple的CarPlay 它连接到车上 现在蛮多新车都不需要接USB的线 它可以直接透过无线网路连接到车上 那它其实透过的技术就是一个WiFi的技术 对对对 那它是用蓝牙去做连接 然后但是它传画面的时候呢 跟资料其实是用WiFi再去做传输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应用 那我们现在在开发更新的应用是在智慧座舱里面 OK 怎么样子去用WiFi的一些新的讯号 我们所谓的CSI去做一些判断 包括说哪个位置上有坐人 或者是说乘客在移动 还是说它的手势 它有没有在紧急敲打车窗求救的这种手势出现 OK 这种都可以透过WiFi去侦测去做判断的部分 了解了解 那甚至说车上假设说有婴儿 然后它可以用WiFi的技术去侦测说 它有没有一些呼吸心跳 如果确定是有生命体 然后发现车上没有大人的乘客在的时候 比如说爸妈下车也会忘记小朋友在车上了 对 都可以用这些无线网路的技术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判断 然后提供预警 然后来解决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我想之前就有类似这样的技术 只是可能MAYBE有看到一些像是 有些友商他可能是用毫米铺的技术 不过看起来就是说 因为你是用WiFi这样的技术 去做一些车上有没有小朋友 或是有些宠物在里面 万一不小心小朋友如果说 大人离开的时候忘记了 那当然其实透过WiFi的部分 其实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 对 那现在有蛮多的OEM厂在提这样子的需求 那可不可以用WiFi的这个带宽 包括2.4G或是5G 6G的讯号 来做这种类似的判断 然后取代原先的毫米铺的做法 OK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这样一个东西应该是在欧洲 或是在美国的部分 应该需求也蛮大的 是 对 好 那我想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 稍后再回来我们的摇摇TEC 666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呢 特别邀请到的是台湾Invading的研发长 Ather来跟我们聊一些关于一些车用的一些AI 以及在一些无线联网的一些相关技术的一些发展 那刚刚其实在Ather的前面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其实在一些车内的一些宠物 或者是说像是一些婴儿在做一些侦测的时候 你们是用一些像Wi-Fi的技术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 相较于毫米铺的部分看起来 它会是另外一个发展方向 那我想其实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Ather 就是说其实接下来在整个一个无线网络的一个发展上 从EV各项的一些次系统 比如说像是Unboard Charger 或者是像是DC DC Converter等等的 到整个智慧的座舱系统的部分 它要如何应用这个无线网络的技术 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连接 那这个部分Infading 它大概有哪些solution 或者说你们有哪些的一些市场策略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朋友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好 那我可以做一些分享 那我们其中一个在开发的技术 就是取代电池管理系统里面需要的控制线材 那大家都知道电动车里面的底盘 有非常多的电池 Battery Note Battery Cell 那以前的话需要用非常多的线 然后把所有这些Battery Note串接在一起 对 那我们现在开发的无线的技术 就是用蓝牙的讯号 去取代这些控制的线材 那这样子一般来说的话 可以减低车体的重量 有可能减低大概到40到80公斤左右的线材重量 那也可以腾出比较多的底盘的空间 然后能够让这些电池 有更多的空间去做比较大颗的电池 这一方面的应用 OK 所以其实省下的空间 其实公斤数 40到80公斤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对不对 是 对 那这个部分上 是不是可以再请您再说一多延伸一点 就是说其实整个汽车的无线环境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是不是说 因为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友商 他可能会用到一些像是 比如说不用钥匙 他就可以透过智慧型手机 可能maybe就可以开车门这样子 那像这样的无线技术 Infilling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involved 好 那这个话部分我们叫做smart car access 那在未来的市场里面 这个东西会越来越重要 那我举几个例子 好 之前有提到 我们看到未来的市场的趋势 这个share的vehicle 变成是一个重点 分享车辆的一个重点 那数位钥匙 然后跟这个car access 就变成一个关键的技术 那举个例子来说 以后的车子的话 你可能不需要带着钥匙 你只需要有你的手机 然后就可以去开车门 那这是一般的个人的车辆的运用 那在share的vehicle方面的话 就是包括像Uber Rental car这一类的应用上面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 所谓的Keyless的方案去做推广 那未来的生活里面 包括说 譬如说你今天去一个国家 然后打算要去租车 那以前的话 你必须要走到租车的柜台 去跟他拿钥匙 但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呢 他你不需要去汽车柜台 他会直接把这个数位的钥匙 透过5G跟云端 直接送到你的手机里面 然后告诉你说 车子停在哪一个地方 你要去哪里开车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把这个车子 透过手机 然后开车门 然后把这个车子开走 不需要传统的钥匙 了解 可是不过我想这边也想一下 请教一下研发长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云端这种东西 其实在联网的时候 其实在开车或这些 在开车的过程中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security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其实 英飞零也是重要的 资安机面大厂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 相关的solution 可以去防范的说 比如说万一车子 走到你们那边的时候 万一突然下载之后 开不了 那这个部分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 相关的解决方案 那英飞零是非常重视 安全的一个厂商 那汽车 这是我们的 非常重视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也做 有非常多 20年的汽车领域的经验 所以我们一直在 安全的性能上面 做了很多的研究跟琢磨 包括安全性的话 包括从晶片设计开始 就要注意到 它的安全的设计 还有在软体的开发上面 也是要注意到 所有的安全的设计的部分 那在实际应用上面的话 我们也会考虑到说 譬如说像刚才瑶瑶提到的 假设你被受到干扰 或者被攻击的状况下 怎么样子去面对 这样子的安全性问题 所以我们也去做了一些研发 然后有一些专利 譬如说我们能够利用AI 来去做这类的判断 你是真的走向车子呢 还是从车子旁边走过去 那这些可以去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人 或是讯号的干扰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讯号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AI去做一些判断 这是不是正常的 手机靠近车子的讯号 还是它可能是 由其他的仪器设备 模拟出来的无线讯号 我们会运用AI 来够加强安全的部分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万一怕有人模拟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 透过这样的技术 有点像是做 有点像是防盗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 像是取代线材这一块 你们刚刚是又说 用Bluetooth的技术 那这边其实想要稍微 问一个稍微比较 Hardcore一点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个Bluetooth 它其实用的频段 其实会用到2.4GHz 或是用5GHz 这样的一个频段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2.4GHz这个频段 其实在整个 无线网络的一个环境中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拥挤的一个空间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无线技术 都用这样的一个频段 那取代线材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不晓得说 如果说你们 是用什么样的频段 去规避这些干扰 然后因为我想 无线的这样子的一个 汽车的部分的一个环境 其实它应该 抗干扰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Invading 在这个部分上 你们的想法 或是你们的策略 大概会是什么 好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有蛮多的 独家技术 是解决无线上面 可能会被干扰 造成的一些问题 那第一个在 Wireless BMS 里面它是在一个 金属的壳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 屏蔽的空间 了解 那它可以屏蔽 某一些外来的干扰讯号 但是在金属壳内 它也会有很多 讯号反射的问题 必须要面对跟解决 所以我们有一些 特殊的演算法 能够来个解决 讯号不好的状况 那其中一个 举一个例子 我们一个叫做 Reliable LE的技术 它就是透过 在无线传输的 风包里面 加了一些更新的编码 当如果讯号 受到干扰的时候 它受到错误的 资料的时候 它可以把其中的 一个bit或两个bit 再透过这个编码的方式 把它复原回来 OK 所以坏的讯号 它可以透过一些 特别的独家技术 把它复原成正常的讯号 可以把它做一个 修复的动作 对 OK 那这就是我们提中一个 能够避免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PR Pack Error Rate 造成的一些干扰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应该还是 在2.4GHz的频段 去做进行的 对吗 是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即便大家都用 2.4GHz的频段 那你们家 可能受到干扰的 这种情况 可能就会低很多 对 我们能够复原的机会 就比较高 哇 所以就是说看起来 厂商应该蛮多 想要去用你们家 因为其实2.4GHz的 这个频段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是 相较于5GHz频段 可能maybeWi-Fi会用 但是2.4GHz看起来就是 大家耳熟能详 从年轻的到老的工程师 都对这个部分 都是比较熟悉的部分 对 对对对 好 那讲的台湾那么多一些 刚刚一些供应链的合作之外 然后你们也讲了很多一些 无限的一些相关的技术 那在台湾的一些大传院校的部分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合作的计划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 那个研发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部分 好 那学校的产学合作部分的话 也是我们相当重视的一个部分 是 所以我们最近也有规划 与几个学校去做一些 共同研发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的话 会先以成功大学 还有台北科技大学为主 包括成大的几位教授 会参与我们在做所谓智慧座舱里面的一些研发 他们会利用AI的技术 然后来搭配WiFi Sensing来做一些判断 那也会把一些AI的技术 应用在无线电池管理里面 然后来看看怎么样运用AI 来提高这个电池的寿命 好 那台北科技大学的话 我们也会有一些在无线电池管理方面的合作 好 就像刚刚提到过说 怎么样子把RF的讯号去做一些优化 怎么样子的设计可以避免一些干扰 这些都是我们会跟台北科技大学 一起合作开发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也有在跟台大去做一些 特殊的internship的合作 能够来搭配实习生参与公司的一些project 然后透过这个管道 让他们能够学习到新的技术 还有一些大型公司管理的一些方案 OK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其实你们在不论是跟成功大学 或是台北科技大学 或是在台大这个部分的合作上 看起来都是跟车用领域相关的一些合作是比较多 而且显然你们不是只有把这个技术放在市场上 你们也希望说把这样一个技术 可能看能不能跟大专院校这个部分 有更多这方面的一些合作 对所以看起来是不是说 其实现在学校应该对于电动车这一块 不论是智慧质量系统或是BNS这个部分 一些YS的一些管理的部分 应该都很积极对吗 对那我觉得这个整个产业界 包括学校甚至政府 对这个汽车市场都非常的支持 对那也是他们大力推广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在研发上面呢 刚好也是跟这个汽车产业 还有无线东西都有很大的synergy 所以我们会配合学校 还有配合政府跟产业 一起往车用还有无线发展 然后搭配AI的应用里面去做更多的推广 那我想相较于其他的友商 其实英飞林在业界过去这几年 好像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活动 是不是可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的重要活动 大概是什么时间点 然后有哪些重点是大家一定要来看的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们今年是第一次会办所谓的Infinian Tech Day 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们会邀请不同的厂商 包括一些业界里面的高阶主管 还有学界里面的一些资深的老师 来参与一个研讨会 那这个地点呢是在瓶盖工厂 就是在南港的车站对面那边 瓶盖工厂很酷耶 不是在那种饭店里面 是在瓶盖工厂 对我们想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Infinian的solution 是是是 然后再透过这个业界跟学界的参加的伙伴 一起来做一些研讨 那主题会就如刚才节目上介绍的 我们会以无线通讯 AI还有汽车上面的应用 然后怎么样子能够搭配这些东西 做到节能减碳 各方面的绿能的开发应用等等 都是我们研讨会的一个重点 OK 所以看起来Infinian这次应该是 全部请朝而出 就是除了Wireless 车用 一些工控或是一些节能的一些solution 应该全部都会出现在瓶盖工厂 对吗 是我们也会同时展出非常多的方案 包括刚刚提到的WBMS 还有其他一些AI的相关的应用 都会在这次的Infinian Take Day里面去做展示 OK 好 我想我们今天其实听了研发长阿舍 其实聊了很多关于在车用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 包含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像WiFi 怎么去侦测车内的部分的一些小朋友 或是宠物的一些动态的部分 然后包含就是说像是那种 所谓无钥匙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还有包含像是说像是无线的一个BMS的部分 其实看起来都是Infinian最近是想要积极 在这个部分上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发展跟动作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这样的一些技术 其实连接到智慧作商系统 怎么去跟台湾的大专院校 有更多的一些Corework的部分 看起来也是Infinian最近很想要去 highlight的一个重点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今天进行到这边 我们是瑶瑶Take Day里面 我们下次见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声 拜拜 拜拜